这期视频我们去任嘉隆的佛光山东禅寺的平安灯会去赏花灯 也带大家看看马来西亚福建人拜天公的盛况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要按订阅和小铃铛哦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位于雪兰俄州的任嘉隆镇 距吉隆坡有50公里左右 从吉隆坡到东禅寺的车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到了 我们准备考虑 我们要去考虑 我们要去考虑 天这么亮,还有这么多人呢 来看就好看 东禅寺1989年由星云大师主持动土 1996年启用 1999年或国家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宣布为国内宗教景点 从2004年开始举办春节平安灯会 每年吸引超过百万人次来山礼佛参加旅游 东禅寺自从被列为景点以后 每星期都有很多的游客来这里旅游 今年的佛光山东禅寺平安灯会及花艺展开放时间是1月23日至2月9日 每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喜欢拍照的朋友一定要来哦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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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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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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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 5 6 6 6 5 5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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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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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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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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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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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这么小楼 小妈 你吃什么的你们两个什么样的颜色 我们说老鼠吗 那这样怎么走呗 走啊 走啊 我也要一张耶 等一下 你看那个是什么吗 但是再来安全 我还是命的 窗户 我以后呢 把柠檬刀做了 你拿来 在比赛 看不完 我还是要考译 好啦 你不要 看不完 我来吃 小ốc 不是 在我身上 我身上 在我身上 我身上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我身上 等到 Micky Mouse 平日 寺院带给我们一种平静和舒服的感觉 白天你可以到美术馆去参观文化艺术展等 晚上可以欣赏花灯 享用素食 参与法会等等 在中国有正月十五闪花灯菜灯迷的风俗 我个人觉得 马来西亚的东禅寺 是一个闪花灯的好地方 超赞 如果你是在1月23日到2月9日之间有时间的话 就一定要来看看哦 夜晚的东禅寺 在灯光的映称下 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仙境 是一个值得来的地方 是一个值得来的地方 她的花会开河馆的 在河馆memory 晚上9点多了 除了花灯花展以外 东禅市的修持中心 还有书展活动 很多人前来参与这项活动 我们也在唱歌了书展之后 踏上了平家的礼节 我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呢 这边很美哦 晚上 这是要拜天宫啊 先生是福建人 到了年初九 我们就和先生回家拜天宫 这一天可以说是福建人最重要的节日 比大年初夕 迎新春 接财神更热闹 更隆重 准备好祭品 安好天宫座 连起乡竹 上香 祭拜叩谢 玉皇大帝保佑平安 顺速的浩荡天恩 同时也是祈求天宫 在新的一年里 赐福给全家人 让和家大小平安 故事高清 拜天宫的时间是从农历出发晚上十一点起开始 也就是农历出准的几时开始 从年初八的晚上开始就可以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连续不断 直到凌晨 这显示了人们祭拜天宫时一点也不吝啬 祭拜仪式之后 便可燃烧金子 再将天宫座一起消化 最后再撤去工作 即使是到凌晨两三点当中 鞭炮还是在一直想着 即使是到凌晨两三点当中 鞭炮还是在一直想着 我们就以一首新年歌作为这次视频的结尾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要在下面按订阅和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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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